Hello大家好 现在好多小伙伴都在问我怎么购买比特币 我也比较纳闷 怎么最近这么多人要想买比特币的 于是我做了一套详细的教程 那么咱们重点来说一下 如何百分之百安全的购买比特币 如果你是新手 第一次接触数字货币的话 也不用担心 这个教程是零基础的入门必看教程 新手小白也可以理解学会 在接触数字货币之前 我给大家做一个高等警告 币圈的骗子和骗局非常的多 咱们新手朋友一定要小心 本期视频会教你怎么识别交易所里的骗子 还有骗局 然后我再把买币卖币 然后提现出金的流程 给大家演示一遍 什么是提现出金呢 就是说把我们的数字货币 再换成我们的人民币 存到我们的支付宝或者卡里 下面咱们戏桌 这里咱们一带而过 提醒大家一定要认真观看完视频之后 再去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教程目录 这个教程分为五个步骤 第一步是怎么注册交易所账号 第二步呢 我们要在手机上安装交易所的APP 用来我们方便我们的操作 第三步我们要对账号的安全进行下设置 这一步非常重要 下面呢就是如何购买USDT 最后我通过实战演示的方式 把买币卖币提现出金 给大家演示一遍 第一步呢 我们需要注册一个欧易交易所的账号 为什么选择欧易交易所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 三大交易所分别是欧易 币安和火币 目前呢只有欧易交易所 还支持大陆用户注册 币安和火币已经不支持了 另外呢手续费也比较低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表格 很清楚的看到 每个交易所的对比情况 我就不进行过多的讲解 下面咱们开始注册 注册方法呢也十分简单 我会把注册连接放到视频下方 直接复制粘贴就可以了 这里呢重点要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要用下面这个连接 因为使用这个连接注册的话 你会终身减免20%的手续费 是非常划算的 打开连接后直接到达注册页面 我们填写手机号 或者是邮箱都可以进行注册 填写上之后 然后点击领取盲盒 它会给我们发送一个验证码 填写上去就可以注册成功了 非常的简单 现在呢官方有一个活动 注册完成它会奖励一个盲盒 当然它这个说的肯定比比较多 一般情况只能开出来几十块钱吧 具体的话要看运气 你可能运气好 说不定你能开出这么多对吧 第二步呢 我们需要在手机上安装OEAPP 安卓手机的话 安装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 直接从官网扫码下载就行 我们来看一下 在官网的右上角 这里有一个向下的箭头 大家可以看到我箭头指的这个方向 我们把鼠标移动上去之后 它会弹出一个二维码 直接拿手机扫码下载就行了 非常的简单 那么重点来说一下苹果手机怎么安装 因为国内的苹果应用商店里 没有OEAPP 你是下载不了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先准备一个海外的苹果ID 这个海外ID怎么获得啊 我们来直接通过百度搜索 购买苹果ID 使用谷歌也可以 里面有很多都是买账号的 直接可以从他们那买一个就行了 好多都是 基本上一搜一大堆 有了账号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把 第三步我们对交易所的账号 进行一下安全设置 在登陆APP后 不要着急买笔 一定要先设置好安全信息 这里呢 我们需要完成两步操作 一步叫身份认证 第二步叫安全设置 下面大家跟我一步一步进行操作 打开APP之后 我们点左上角 这里有身份认证 在身份认证里面啊 分为基础认证 高级认证和视频认证 我们呢 完成第一项基础认证 就可以进行买币了 如果你以后的交易量大 你可以把这个高级认证 进行一下认证 然后我们返回一下 看下面的安全中心 安全设置里面呢 它有四种选项供我们选择 有谷歌验证器 有邮箱验证 手机验证 还有防调医码 我呢 选择的是邮箱和手机 这里呢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 进行选择 有个人喜欢用谷歌验证器的 就把这个打开 到这一步 我们的前期准备工作 就已经完成了 第四步呢 我们就需要购买USDT了 到这里呢 很多同学就比较纳闷了 什么是USDT 为什么要买它呢 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 USDT 我们的中文名 我们把它叫做泰达币 我们简称为USDT 很多时候呢 我们通常把它叫做U 它呢 是一种稳定价值的货币 一U就等于一美元 我们账号里的USDT 是随时可以按照美元的汇率 兑换成我们的人民币的 在我们真实实验当中 美元就是一种通用货币 同样 在我们虚拟货币当中 也需要有一种通用货币 那就是泰达币 那么我们需要购买比特币 狗狗币 这些数字货币的时候呢 人民币是不能直接购买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先使用人民币 兑换成USDT 然后再使用USDT 购买我们的比特币 以太坊 这些数字货币 它呢 是一种这样的流程关系 下面呢 大家跟我一起进行一下购买USDT的实战操作 它的流程呢 这里有 大家可以仔细的阅读一下 下面咱们看我操作 在APP首页呢 我们点击我要买币 弹出一个选项 我们选择C2C买币 这里呢 有很多商家 我们可以从他们手里购买泰达币 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一定要选择交易量大的商家 防止呢 我们的银行卡被封 我们来看一下交易量在哪里显示 大家仔细看 每一个商家后面都有它的成交量 大家看到了吧 我们要选择成交量高的 高一些的 这个是6000多 我们再往下找一找 你看这个成交量只有59 这样的大家不要选择 一定要选择成交量比较高的 大家看这里呢 有一个12000多的 所以说呢 我们选择这个商家 还是比较靠谱的 我们直接点击购买 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写入我们想要买入的金额 比如说我要想买1000的 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 买多少写多少 写上购买的金额之后 我们直接点下方的购买USDT 我们直接点击下一步就可以 现在呢APP上提示请使用支付宝转账 不同的商家支持不同的支付方式 可以是银行卡 微信或者是支付宝 当然这个商家是可以使用支付宝的 下面就是它的支付信息 上面有提示 有我们的购买金额 有对方的收款信息叫陈业 对方的支付宝账号 我们呢打开支付宝 给这个陈业进行转账就可以了 这里呢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一定要使用自己姓名的账户 进行转账 否则的话 对方会扣一扣一部分的手续费 然后会把钱带率退回来 这里呢大家一定要注意 假设呢我们现在已经转完账了 在转完账之后 这里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一定要及时回到OEAPP当中 点一下我已转账通知卖家 这样呢卖家就会及时的把USDT 转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如果你没有点这个的话 过一段时间这个订单会就会取消掉 我们的钱就会白转了 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 转完账来点一下我已完成转账 就是这个按钮 这一点啊我重复了两遍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你点完这个按钮之后 USDT啊就会到达我们的账户当中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账户信息 直接点返回 回到首页之后我们点击右下角的资产 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前的账户信息 我这个账户呢现在有99.99USDT 你的USDT到账之后呢 就会在这里显示了 有了USDT 下一步我们就可以购买BTC了 第五步呢就到了我们的实战演示阶段 我将从买币到提现 全流程给大家演示一遍 我们开始买币的第一步呢 就是需要把资金账户里的钱 转入到交易账户 有的同学就比较纳闷了 都是我的钱 为什么有一个是资金账户 有一个是交易账户呢 这里呢我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 顾名思义 资金账户 就是我们的钱在这里存放着 那么交易账户 很好理解 就是我们拿出多少钱进行交易 比如说我们的账户中 有一万一佣 但是呢我们不是全部都拿来进行交易 我们可以拿出一千佣 进行交易 剩下的还在我们的资金账户里存放着 下面咱们来看一下如何操作 在APP当中我们直接点资产 这里有一个资金划转 我们可以将资金账户的钱转到交易账户 同样也可以将交易账户里的钱转到资金账户 下面呢我们写入金额 转多少就在这里写多少 我们可以直接点最大 点击确定 就可以了 我们反回看一下 现在资金账户里的钱就是流 交易账户就是99.99 下面呢咱们就可以进行购买数字货币了 我们点击中间的交易按照 第一次操作的朋友看到这个界面会比较发懵 有好多按钮和数字 下面咱们简单的来说一下 在最上方这里是选择币种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想买比特币 那么我们就选择第一个比特币 然后选择现货交易也就是第一个 如果你想买以太法的话 我们就在这里选择以太法就可以 以太法的缩写是ETH 就可以选择这个 同样也是选择最上面的现货交易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里呢一个买入一个卖出 买入我们就点左边的 卖出我们就点右边的 很好理解 再往下看 这里呢是让我们选择委托方式 他呢有好多种委托方式 最常用的是现价委托和市价委托 这里呢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市价委托就是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 比如当前的价格是多少 看一下是1873 如果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我们就会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 但是有个同学想等价格低一些来再买 这时候我们就用到的功能叫做现价委托 它的意思就是说 等跌到我们想要的价格后 自动进行成交 比如现在我们想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再买 我们只需要在这里选择现价委托 把价格这里修改一下 改成1800 这样设置之后 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 就会自动买入 咱们继续往下看 数量这里我们不用管 我们只需要把金额这里填上就可以了 比如我想买1000U 我们这里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 那么1000U就可以买到0.55个以太坊 这里呢它是自动帮我们计算的 我们直接点入买入就可以了 当然我的账户里现在只有99U是不够的 他这里呢就提示预约不足 好了买入操作呢 我就说到这里 是不是非常简单 下面咱们来算一笔账 比如说我买入的价格是1600 等过了两天 以太坊的价格涨到了1700 这个时候我们来计算一下收益 是不是就用1700减去1600 就是我们盈利的部分 就相当于我们赚了100U 也就是100美金 假设咱们现在已经赚了100U了 想要把币卖掉应该怎么操作呢 我们来看一下 回到我们的交易界面 这一次我们是不是应该选择卖出了 对不对 我们选择卖出下面的委托方式这里 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然后选择我们要卖出的数量 这里呢有一个滑动条 我们可以选择卖出50% 也可以选择卖出100% 100%的意思就是说 把我们持有的所有数字货币都卖出 这里呢大家可以根据情况自己选择 然后直接点击卖出就可以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 最后呢咱们来说一下 如何把赚到的U提现到银行卡 支付宝或者微信 这三项都是可以的 首先呢第一步 我们需要设置一个收款账号 这个收款账号 可以是银行卡 也可以是微信或者是支付宝 下面大家看我演示 打开APP后我们需要在我要买币这里 设置一下收款账号 C2C买币 选择右下角我的 这里有一个收款账号管理 我们进去之后需要在右上角 添加一下收款账号 可以是银行卡 支付宝微信都可以 这个呢大家自行选择 添加好账号之后 第二步我们需要从欧义里挑选一个可靠的买家 在APP里选择我要买币 有同学会比较纳闷 我们不是要卖币吗 怎么要进买币呢 这里呢买币和卖币是在一个版块 C2C买币 进来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一个购买一个出售 我们这一次呢是选择出售 在出售列表这里呢有非常多的商店 我们怎么选择呢 第一步我们要看他的成交量 这个是一万亿 这个是两万 下面这个是五千 所以说呢我们优先选择 一万二的这个商家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我们要看商家的注册日期 这个商家呢他是22年11月成为商家 换一个看法 这个呢大家看 他是2023年4月份刚刚成为商家的 所以说呢我们要选择一些比较老的商家 也就是说注册日期比较久的 像刚才这个就不错 浩宇双号 一个二的这个就不错 注册时间也够久 然后呢成交量也非常高 像这样的商家就是比较靠谱的 下一步我们直接点击出售 在这里写上出售的数量 然后点击出售就可以了 我们来试一下我写一个两由 然后点击出售 然后出现一个确认窗口 直接点卖出 这个时候买家那里就会收到对单信息 我们呢只需等着他给我们转账就可以了 一般情况呢只需要两分钟 等他给我们转账之后 我们的界面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买家已付款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点击我已收到付款 这时候你需要干什么呢 你需要登录到你的支付宝或者银行卡里 查看一下是否到账等确认无误之后 再到APP当中点击我已收到付款 点击这个按钮之后 你的USDT就会转到对方的账户当中就完成了 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在卖币的时候一定要亲自登录银行卡或者支付宝 查看是否到账 到账之后再来点击这个按钮 我已收到付款 这里呢大家一定要谨慎 因为你只要点击这个按钮 USDT就会转到对方账户当中 这个呢就像我们淘宝买东西的时候 确认收货一样 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到此为止呢 我们的入门实战教程就已经结束了 大家有任何问题呢 可以到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我会给大家医医解答 想要了解更多币圈知识的小伙伴 可以关注我的频道炒币大师兄 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最新币圈资讯 谢谢大家的观看 2月1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 组织召开城市社区潜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工程 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 张世新 住房城乡建设部总经济史 杨宝军出席会议并讲话 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时负责同志 主持会议 会议委要贯彻落实 国务院办公平 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 城市社区潜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工程实施方案 不属要求 明确了开展城市社区潜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四点的工作案 自研支援部 民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司局负责同志 介绍了贯彻落实实施方案的工作考虑 上海济南 苏州 温州等城市政府负责 同志维要本地区城市社区潜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工作做交流发言 会议指出 开展城市社区潜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四新时代新城 党中央 我无缘不属的重大民生工程 是坚持人民为中心 推动城市和社区更好承载人民美好生活的必要举措 是推动公共服务汇集全民的深刻变点 是有效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 对解决人民群众急难仇怕 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强调 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刻理解 准确把握工程建设为谁服务 如何建设 怎样服务等方面的那个要求 聚焦一老一小 找准提供服务与居民需求的结合点 让社区服务满足百姓急需 受到群众欢迎 聚焦建用一体 找准建设与服务运营的结合点 实现项目建设与服务运营有效衔接 聚焦工建民营 找尊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结合点 实现政策红利 企业威力 寻众福利 有机统 会议提出 各地在推进实施工程建设中 要为要解决怎么建 怎么用 怎么可持续 政策怎么配套等关键问题 抓实抓好各项重点工作 要积极开展场地 攻坚行动 坚持一键则建 以改则改 推进社区潜入式服务设施建设 要按照可拓展 可转换 能兼容要求 科学配置服务功能 最大限度满足群众需求 最大化利用空间面积 最大化实现 普及普惠 要把握好专业化运营 普惠化服务 市场化竞争原点 指导督处服务机构 运营好社区潜入式服务设施 确保服务可持续 会议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精心做好四点示范 杂事推进工程建设 下族秀花工夫 全力推动工程落地 确保好事办好 实事办事 会及百姓 四点城市要切实落实主体者应 敢于担当负责 积极探索 行程可推广 能复制的经验做法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计划胆列市 集赋升级省会城市发展改革 租房城墙建设 自研支援 民政及卫生健康等 有关厅局负责同志 各地常住银口100万以上 大城市政府负责同志 和有关部门同志等 500余人 在各地分会场参加会议 终于完成了 有缘就住百姓病院 很激动 他是来自万元的19岁大学生 4月12日上午9日 来自万元寺的小孩 在四川省殿民医院 完成了200毫升造血干细胞混血液产机 起身时他拍了拍自己的手艺 比了一个胜利的手势 他是我是第九例捐献者 也是目前我是年龄最小的捐献者 刚接到通知 他以为是诈骗 今年7月才满20岁的小罗家租万元是太平正 目前是潘之花学院的大二学生 为了这次捐献 小罗向学校请假后 和母亲于四月无异便感到成都 在省设良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陪同下 为捐献造血干细胞做准备 提及这次捐献 要从小罗学校去年组织的一次献血活动说起 2020年10月11日 当地红十字会入校开展献血宣传时 倡导学生们加入中华骨髓库 小罗作为献血者的一员 和大多数同小一起捐献了造血干细胞 入库检测悬样 经检测合格后成为了中华骨髓库的一名志愿者 时刻准备着 位数未谋面的银延续生命 寒假的时候 小罗接到了是穿上红石智慧的电话 他的喝辣眼泪白细胞抗原 一名白血病患者初步配型成功 起初小罗还不太详细 以为是个诈骗电话 没有理会 没过几天 小罗又接到打轴是红石智慧的电话 告知其造血干细胞 与一位急性白血病患者匹配成功 当时我立马决定要决限 这是一种多大的缘分 能紧自己的一份年薄之力回报社会 我觉得这小罗说 动员机注射 随后 小罗进行了一系列检测工作 2月1日 小罗在万元市中心医院 采集了静脉血 随后送网兽捐责所在医院 进行高分辨配型检测 2月18日 小罗接到检测结果 自己与患者的辣高分辨配型相似 符合造血干细胞临床移植标准 2月23日 小罗前往达州市中心医院体检 3月5日 被告知身体指标 一切正常 可以进行造血干细胞捐责 得知可以进行捐责了 我真的很高兴 还有点交集 因为听说接受捐责的小男孩患有急性白血病 我害怕晚了会救不了这个孩子 小罗说 完成一切检测后 他回到了学校 开好了请假证明 随时准备赶到成都 据悉 造血干细胞捐责者和受捐者双方的信息相互保密 彼此不会见面 不会联系 小罗只知道自己的造血干细胞要救助的是一位14岁的湖北省男孩 他希望这名小男孩可以尽快恢复健康 混血液采集 让一份生命实现多种延续 据悉 采集外周血造血干细胞不是抽骨髓 而是采用皮下注射动员剂的方法 将骨髓血中的造血干细胞动员到外周血中 从捐献者手臂境外处采集全血 供过血细胞分离剂 提取造血干细胞 同时将其他血液成分回溯到捐献者体内 引体内的造血干细胞具有很降的载生能力 正常情况下 引体各种细胞每天都在不断新陈代谢 进行着生成 衰老 凋亡的循环往复 持血或捐献造血干细胞后 可刺激骨髓加速造血 以这两周呢 血液中的各种血细胞 即可恢复到原来水果 4月12亿 完成捐献的小罗 收到了造血干细胞捐献证书 当天下午 他与家人回到了外园 准备观察一周后在返校 据了解 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成功后 如果不发生严重排异反应 只要过了4年危险期 受捐患者就能恢复健常 小罗表示 他希望自己的行为能带动更多的眼 加入中华骨髓库 让一份生命实现多种延续 一九二九不出手 三九十九不冰上走 正值最冷的三九天 不少人选择拿重卵包网 电液毯 电暖散等 取暖设备抗动 甚至 在各大平台上 发液为本 电液挖 电液鞋等过多神器也承受不穷 这究竟是智商质 还是科技与恨活 咦 这些物理小常识 你别的吗 电暖气 是一种将电能转化为液满的 加液设备 通过电阻发液 液传导或者液浮设等方式 将液能传递给周围的物体 达到加液室内温度的目的 电流与电阻的关系 根据我目的目的 电流与电阻 成反比关系 它等于二 可以得出电阻时的电阻别大 通过它的电流就越小 产生的液量也就越少 电暖气的加液体一般为电阻石 电阻石具有较高的电能 当电流通过电阻石时 电阻产生的电能 将转化为液满 使电阻石加液 从而将液量传递给周围的物体 液传导 液传导是指液量从高温物体 流向低温物体的过程 电暖气中 由于加液体温度较高 周围空气或者物体温度较低 因此会发生液传导现象 液辐射 液辐射是通过红外线 上次轴发射出液能的过程 都需要借助参与传液 电暖气的加液体 可以辐射出较高频率的红外线辐射 它可以传透空气和透明物质 将液能传递处 从而达到加液的效果 二 过冬神器的真实面目 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的过冬神器 其实就是在面料里加入电液石 靠电子或者电池发电加液 注意 虽然这些接触身体的取暖设备 说明书上标识的温度 大多在45度到60度之间 但即使你开最低档 身体连续接触发液产品 超过半个小时 依然会有低温烫伤的风险 严重者甚至会造成不可逆的纤维损伤 形成水泡 斑痕 所以 咱就是说 取远道路千万条 安全谨慎第一条 三 如何正确选择和使用电液设备 严格按照说明书使用 购买国家印证 并且由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 使用设备之前 要详细的阅读使用说明书 严格按照说明书操作 不要与其他业园共同使用 我们知道电液塔是用电的取暖工具 所以不能溅水 不要把液水瓶 液水袋等其他业园 与电液设备一起使用 以免漏水 发生储电事故 及时检修老旧设备 老旧电液设备往往会有磨水 为了安全 一定不要使用有过故障的电液设备 应按照其使用粘线 严禁超零浮液 无限其使用可能导致安全隐患 引发事故 如果取暖设备着火 要第一时间使用家用灭火器进行扑救 电气结火不能用水灭火 正确的做法是先快速管掉电源总的 再用灭火器进行灭火 如果未能扑救成功 要迅速逃离火灾现场 用大湿的毛巾捂住口笔 采取第一支弯腰行走的方法套生 是 温暖过冬小妙子 除了穿的暖和点 戴上过耳的毛线帽 穿上毛线啊 羊毛啊对抗脚了 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这里小编给整理了一些对抗冬天的小tips 供大家参考 以羊毛毯 毯的是取暖的好帮子 远远落落亲肤的羊毛毯 绝对是冬衣首选的幸福好物 二 合理隐身 多吃寒铁糕和新鲜的果酥补充营养 除此之外 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和水分的摄入 三 加强锻炼 冬季可以适度进行体育锻炼 这是最原始 也是性价比最高的自我加液方式 不仅能让身体暖和起来 还能提高自身免疫力 一举两者 和乐而不为 是 液水袋 这是中国人的传统物件了 买个高颜值的液水袋 或者只需要找到一个解释的储水袋子 加入适量的温水 躺在手心里 放在被窝里 一样能够让你的身体暖和和 液液的茶水 液水壶 保温杯 茶杯加液垫等 都可以相继入手了 煮一壶养生茶 喝一杯温开水 没有什么比液液更能让你的身体保持温暖 增里 闻李月 小队 闻王晴 冬天里的一把火说来就来 这些家家都有的取暖神器 你用对了吗 河南科技报